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若搜索感觉查人家三代 据说查出来三代赤贫 既不是周恩来的孙子 也不是周永康的侄子 那就安全了 周怕查三代查出来不是赤贫 查出来是有什么裙带关系 那就危险 查出来那就安全 那就没得好骂 人若搜索没有搜出任何对他不利的东西 那我觉得这位年轻的副市长 首先年轻不是岁吧 29岁的市长 这个在世界上也不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 说是湖北省目前年龄最小的市长 还可能是目前全国最年轻的市长 那有可能 但是你看现在中国官场的年轻化来看的话 29岁的市长 我觉得可能也是大势所趋了 至少你看现在三四十岁的这种市长啊 省省省的这个领导 已经是很很普遍的事情了 所以我想二十几岁 29岁当市长 或者再年轻的 你看看你俄罗斯总统才多少岁啊 42岁啊 好像是 那么大一个国家 一届都比一届年轻 对啊 我帮我当参议员的时候 对啊 就你这年龄当一个世界最大国家的总统 国家危险了 这可见年龄并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对吧 而且假如何老师我完全同意 年龄不一定是最大的问题 甚至啊 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指标 我是通常有这种感觉 时代变动的越快 很多很年轻的人讲的权越大 他越有机会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是明初的时候嘛 推翻了满清革命之后 我们现在听起来很多名字啊 历史上的人物的名字 我们印象中都觉得是老头 完全不是了 像陈独寿 39岁那一年 他们称他做什么老头 老头 已经被称为老头了 对 然后黄兴 蔡元培等等啊 蔡元培当什么教育厅长 我们现在一想 蔡元培 北大校长不合作主义 一定是个老头嘛 他当教育厅长的时候 三十多岁啊 搞革命的黄兴 宋教人去的时候 好像四十多岁还不够了 宋教人啊 三十九啊 就被人家开窗打死了 所以哎 我们别忘记 张介石啊 战起来宣布 北伐成功的那一年 他才四十出头了 所以那个大时代的变化 共产党方面他们还聊呢 说当年这个林彪二十岁当军长了 什么还有十八岁的红军师长 当然那是特殊的他这个斗争战争年代 我有一个感觉啊 您像何老师 你觉得有人说啊 说中国是个老人国家 从文化上讲 他几千年的这个文化历史 而且中国人的这种待人处世 有些人觉得啊 太年轻的人 是不是能够把握的出来这一套 这个是不是得年龄的历练 中国可能在稳定的年代 在富足的年代呢 就是老人的老人掌权的年代 但是凡是大变动的这个时代 一定是年轻人出来的这个时代 其实我们看这个 你像那个其实太平军 太平军你不知道怎么评价他 太平军那边将领都是非常年轻的 都是二十几岁就可以跟曾国藩 可以跟整个大清王朝作战 都是一些贫农家庭出生的 那这个你说国民党是这样 那共产党也是这样 你去看看那些十大元帅平元帅的时候 大概也就四十几岁 对吧 你现在的年龄看 好像你看一个四十来岁 大概当上一个少将觉得 已经也还不错了 对 所以可能是跟这个时代的这个变动有关系的 其实你看那个金正云 对不对 金正云 金正云 我们看到那个图片好像很卡通话 但是据说 朝鲜 但是人家那个金正日就 就要把这个军权就要开始交给他 但是我们回到这个中国的话题看的话 一个是我是觉得这个年轻的官员出来 这是大势所取 中国大概最特别 你说这个所谓这个老人的话 其实还是跟文革有关 文革的时候有一篇很有名的小说叫做 减去十年 因为这十年中国真的是耽误了十年 所以那十年被耽误以后呢 你说那时候六十岁的官员 他就觉得我这十年被耽误了 你要把他当五十岁 就不要说他们 其实我们这代也都是这样 对不对 我去读研究生的时候二十九岁 但是那时候你说一般大概二十来岁的人就可以 应该是大学毕业了 是 所以我想这些很重要 放在中国这些很重要的背景 但这个背景像早就过去了 所以现在来看的话 其实你看这位周生峰的话 他其实那个程序本身他是完整的 对 他并没有太大的 反而说年龄啊 就像何老师说 年龄啊不一定是很特别的地方 问题是说什么样的年轻人 比方说现在这一代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我不晓得他是不是独生子女 可是当时的 应该基本上都是 明初的他通常不是独生子女 这个有差别 当然有差别 我们一般是说你不是独生子女 生在大家庭 不管有钱没钱 你经过那种人情世故 人情冷暖 你会比较懂得掌握分串 万一现在这一代的年轻人 同样跟以前一样年轻人讲权 可是是独生子女讲权 我不晓得以前前两年 网上有个这样说法 我不确定对不对 是说瑞典 瑞典人你不要看欧洲人 很有远见的 他们预先开了一个会 讨论全球问题 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说 怎么办 看起来中国独生子女的政策 这样下去 很快就由独生子女来讲权了 中国 我们以后又跟独生子女打交道了 那怎么样 他们就担心了 那外国人就有远见了 他们就预估 假设了独生子女 是有一种某一种心态的 比方说不太容易跟你妥协 比较 自我中心 对自我中心 不太容易理解别人的需要 万一这种人讲了很大的权 那怎么样来跟他打交道呢 那倒是可以值得去观察 一个独生子女的市长 跟一个不是独生子女的市长 我觉得可能会有差别 这个您就是奇谈怪论 但是呢 确实你要说有的这个官员 比如说大家这个怀疑他 就说这么年轻 我觉得其实啊 咱怎么说吧 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啊 对这个某些官员的这个印象分有一个 你像他这些人有搜索 当然你说这也不太厚道 人家是选举产生市长 然后你人有搜索 把人家的七大姑八大姨全给公开 最后说查出来好像是人民审查一样 说是贫农出身 没问题 可是网友也说了 说那一年一下子三个什么干部 很年轻的也是年轻人 登登登就升上去了 网友这么一搜 确实发现呢 都有或多或少的裙带关系 东北一个什么地方 说是爸爸呀 什么舅舅啊 一查都是高官 那么你说 这现在有时候会成为大家的一个思维的一个定势 觉得这里边必有谋逆 可是你是不是什么 可是文涛李就说了嘛 他们查过了嘛 他们查过说好像目前为止 还查不出什么任何不对劲的地方 好像有点失望 那就表示说 对这个周先生啊 其实是加了分 你看 别人在其他地方有年轻人 因为裙带关系掌权 我不是 更加了分 所以我还是要自我辩护 我刚绝对不是其他怪论 一个人啊 领导人的人格 他的性格的养成啊 是跟他家庭有关系嘛 所以假如一个独生子女 讲了大权 我觉得要看中国下一代的整个局面 这个因素要考虑进去 所以啊 周深风正应了那句话 穷人的孩子扫当家 其实就他的这个出生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河老师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湖北宜城市29岁的啊 周深风市长 哎 何老师你刚才想做什么 我想说的是如果看呃 既然人搜索 并没有搜出什么对他不利的东西 我们就这个事情本身来看的话 一位农家子弟 家里很贫穷的 完全靠自己的苦读 上了中国最好的大学 清华大学 读完了硕士 那么然后一切都是合乎程序的 并没有看到有谁好像特特别破格的这个提把他 嗯 那么然后从他是河南人 你看今天河南的书记讲得高兴啊 嗯 河南说这样的人才 然后就说到我们河南为什么没有留住这样的人才 因为他是被湖北啊 作为人才吸这个 吸纳过去 对吸纳过去的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您还甭说 嗯 这最近河南留住一个人才 这人才当了郑州市规划局的什么副局长 陆军 陆军 哈哈哈 结果这些记者采访他 说是因为一块这个本来要建经济试用房的这个用地 为什么变成了盖别墅 那么这个问题可以问吗 嗯 然后这个记者去了之后 听说先把那个采访机让给拔了 然后就问 说你是哪个单位的 就玩有一路记者说是广播电台的 然后他就先说 广播电台的管这些事干嘛 哈哈哈 然后后来好像是另一路记者问 陆军 陆副局长说出了那句名言 问这个记者 嗯 那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 哈哈哈 这一下 你准备替党说话 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 你看他有个准备这样子 哦 还没有开始采访嘛 对不对 而且记者呢是北京来的 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 因为好像本地的记者通常通常对本地的官员是有些忌讳的 对 对吧 对 那么这位北京来的是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电台 哦 应该说是来头比较比较大的 所以这个副局长真的是 真的人才啊 他不会避讳 就这样有话就讲 但是呢 一语成千五恨 马上就停止检查了嘛 嗯 这位已经被网友们封为这个历史上最牛副局长 最牛副局长 最牛副局长 嗯 这事情也算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吧 这位副局长怎么说呢 也倒霉 嗯 我就觉得啊 你像现在这个 呃 确实是不是你觉得民间 对于至于呃 至少是某些官员 嗯 他就有这么一个印象 比方说 你升官了 当然你像何老师刚才讲的那种啊 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心思 就是说一个人一下高升了 嗯 会怀疑 嗯 他这个人有问题 那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问题该怎么看呢 是啊 我就在觉得你像这个周生锋29岁 这个很典型农家子弟 凭着自己的奋斗 读了最好的学校 现在已经做了市长 是而且他市人大是全票通过的 嗯 我想没有会选的问题 全票通过 我是从 我总还是从好的角度来想的 我想那个人大 人大的这个 常委们呢 是希望这么一位年轻有为的 市长 能够率领我们 嗯 能够这个早日翻身 或者早日翻翻啊 如此类的 所以给了他全票 并没有像网友们那样 网友们怎么讲呢 我想 还是小人之心 多君子之父了 我说我也是小人 哈哈 我们不是 因为你网上无君子 可以这样讲 嗯 所以我想是不是反映了就是 网友们的一种心理就是 为什么他们不是对这样一位 农家子弟 他们会感到高兴 因为如果中国有更多的 这样的农家子弟 因为我想农家子弟应该是对农村的农民的这个苦况 会有更切身的了解吧 就是马先生你说的是多生子女 农村的多生子女跟城市的多生子女 还是同样的 这位周市长他年轻的时候就要帮父亲干农活的 多生子女也要干农活 对不对 何老师 这个我同意说网上这种网民这种想法是比较阴暗 我们觉得 拒绝觉得不舒服嘛 你看到人家这样你好像就嫉妒 比较阴暗来猜 可是我觉得说这种阴暗也是能够理解的 因为心理学实验做太多了 当一个人 我们找人来做实验 不断给你坏消息 坏消息 不断给你 告诉你一些坏消息 然后之后最后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然后那个人是不相信的 他不相信这么好的事情会发生在我家 你知道吗 所以当你遭遇 以前我们刚也提到说 可能很多地方发生过 有人突然讲权 可能跟背景是有一些关系 所以我觉得说可以理解 而且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 有些制度还没有完全的建立起来的情况下 继续阴暗反而是好事 可能我们不舒服 觉得不应该阴暗 其实有的时候 咱就说合法的民以监督 他其实就需要小人之心 对吗 我不是西方都有这个概念吗 说我假定你是个人性恶的 我假定你的关系是个坏的 我先从不好的角度来看 对啊 我就要这么来监督你 这样也许才能起到一个监督的作用 对 因为我觉得会是这样 就是我们知道中国社会是充满了潜规则的 这个潜规则中国内地人都懂 对吧 你从小受到教育 你在学校里有潜规则 你走上社会以后 你找到工作或者你没有工作也有潜规则 你进了官场 官场有潜规则 商场有商场的潜规则 网民们都知道潜规则 潜规则总的来看是阴暗 因为他不能公开 但是他在起作用 对吧 他是一个规则 你必须遵守这个规则 你不遵守这个规则 你就不能进去玩这个游戏 所以马先生你说的这个阴暗心理呢 与此是有关的 是啊 他们更多的是看到 因为这个潜规则 能够从潜规则里得到好处 我们说是一户寻常的好处 我们说一般的潜规则 大家都要接受啊 你就是建立公司工作 公司有他的潜规则 你必须遵守潜规则 你才待得下去嘛 你知道就是他是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真是一个这种潜规则到了什么 你比如说我们家亲戚聊天 他都会告诉你 说我们这个单位啊 是那个单位领导的老婆 都在我们这里当处长 我们这个单位的这个这个 女领导的老公呢 换到他那个单位去当领导 他就说当官的都是这样 你当然他是片面的 可是如果这个片面到了这种聊天 大家都能这么聊 那不也就是 那是一听就明白了 一听就明白 不会质疑的 对啊 就不用多讲 我知道 因为我们那可能也是这样 是啊 对吧 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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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新闻啊 我觉得他所以成为新闻 不一定是因为他29岁当市长 因为他居然清清白白的当市长 他居然 可能他居然 白白那么年轻 是啊 那个才是新闻的所在 哈哈哈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 见 但刚才咱们这讲的是这个大陆 实际台湾呢 那按照你们所说的这种啊 那种心理学测验来说 我想你比如说你要是台湾民众 他看见这个阿扁 这个礼拜还说是什么扁加州呢 嗯 我看见陈信瑜出去这家孩子是吧 女儿女婿什么的全认了 我就违证罪 就说是为了保这个爸爸妈妈 那么你你看这段这个视频 我想知道这台湾人又会以后对他们的官 有什么感受呢 你看看 被列为国务纪要费案中违证罪被告 陈水边女儿陈信瑜 一早就出现在台北地检署 护卫队成员如影随形 甚至以雨伞挡住陈信瑜的脸 结果和媒体爆发激烈冲突 一名护卫队妇女还出手拍打媒体镜头 陈信瑜在推挤中似乎被雨伞搓到 表情十分痛苦 甚至一度对媒体大吼 由于侦察不公开 检方侦询内容外界无法得知 一个多小时后 陈信瑜结束讯问不出北检 混乱场景再度上演 就在护卫队和媒体一路推几下 陈信瑜总算脱身坐上一辆白色轿车里去 在此之前 他的先生赵建民则是在十点半左右抵达北检 会有这一下子 我每次看那个片段 看到赵建民我就忍不住笑 我重复看了十遍 看他不是看这一段十遍 这时候看他到不同的场合 每次进医院也好 进法院也好 都是第一个动作 就是一进去就拉一下裤子 我每次他一拉着裤子 我就替陈信瑜觉得他非常急的同情可怜 怎么嫁一个这样的老公 叫不得体 那另外当然了 他生在那个家庭 我们一般到目前为止 觉得陈信瑜平常的生活 还没有被找出不检点的地方 可是这样子整个家庭 就令他成为贪污集团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这个家庭 要不说你看咱们刚才说 咱们出一个最年轻的市场 大家就就喜欢查家庭 那天我就觉得这确实很有意思 就不光是中国 甚至是东方 你比如说什么 包括卢武炫 包括什么什么 我那天就提一个问题 我说为什么这个东方国家 一出个什么人 就是一家子 老婆收钱 可是呢 西方人很少 即便说是 咱们说英国这个报销门 我看看也都说 这个议员报销房子装修费 那就是他的事 那也不是说他老婆替他签名 这个确实 是不是咱们格外家本位呢 东西方的社会结构不一样吧 东方特别是这种跟权力 跟财富有关系的家庭 他特别容易 特别容易 你看现在像这种真产 台湾的王文阳 要弄他父亲的遗产 香港这个真产 小甜甜 小甜甜跟陈邓通什么 陈欣宇也是 我觉得这个扁家里面 大概最令人值得同情的 还是陈欣宇 是吧 对吧 精神对异的 而且你看那些侵略的民众 或者那些扁的铁杆支持者的话 看到这样的片段的话 他们就会把就会就会更加同情扁 实际上这也是很很奇妙的事情 就是陈欣宇他因为是媒 媒体 当然有他们的责任所在吧 台湾这个媒体生态大家都知道 竞争这么激烈 所以陈欣宇出来肯定媒体就在围上 我相信也不是记者们特别痛恨他 特别要为难他 可是你说痛不痛恨不晓得 可是记者们对他特别有兴趣 为什么呢 因为他性格发飙 对他性格最直 他越是不卖帐给记者 记者一定要弄你弄到你发飙为止 那就是新闻了嘛 所以他的字子给自己找麻烦 假如他不要这样发飙 好好战争阿兵 跟记者讲话讲两次 他哥哥就很冷静 对 在记者那没票房 好 好 好